今年第四届,农青和非常不一样 经历918强政,让花莲南区沦为重灾区 希望透过大地理解、优势及 让在地达人们都能够发挥所长 展现同时提升南区各农村的专属手艺 还有安排精彩的舞台演出 结合在地小农和在地特色的摊位 让现场的民众享有解忧的处方 促进在地人情味的邻居和交流 运用无感体验来抚慰民众的心灵 建立大家坚强的信心,攜手来重建家园 雪头堡池局花莲分局办理第四届农青和大地理理解忧事级 在玉里证明广场举行 今年比较不一样的是特别办理了大地理理解忧事级 因为玉里历经918强震 透过这场的活动抚慰民众的心灵 建立大家坚强的信心 攜手重建家园 那借由我们办事集 疗愈民众的心情 那有一些手作的 或者是一些艺术品 那可以让民众来这里逛 疗愈他们的心情 今年193农青和以大地理理艺术为主题盛大的开幕 今年有八件与地景交融的作品 将一行自然灾害融合艺术 反思人与地景的对话 同时教育人们生态环境永续的重要性 石家我们就很想看他们能够交流 学习大家的长处 那也让民众去了解 原来我们玉里地区 还有那么一些特色的产业 在发挥他们的那个功能 这样子 那在这个地方也能够 就是吸引游客进来 增加地方的一个产业跟收入 学保局表示 在年初开始深入纵谷193 从中评选出最有发展前景十处店家 针对店家软硬体优化 凝聚地方共识跟精神 以彰显花莲南区的产业 文化品牌各面向的主题性 并且搭配农青和193纵谷大地理理艺术季 借此提升纵谷193在地商机与竞争力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